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股票市场超过15年甚至于更久的时候 你会知道那个时间点 15年前左右的时间 那时候有所谓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所上涨的股票 跟现在所上涨的股票可是截然不同 那个时候的黄金时期 怀念吗?怀念那时候重要的股票吗? 各位他们即将要回来 去年季家广达 今年鸿海这些老朋友 一个接一个的重回了标股的行列 今年你会看到国剧 他已经开始向上在狂标了 而国剧所引发的点火效应是什么? 过去15年的黄金时期 即将要回来了 这些老朋友 只有我们要投以关爱的眼神 所以未来的股票会非常的精彩 未来的股票市场会非常的好玩 而且好赚 太棒了 展望研究机构 他公布了全球 今年第二季 PC包括了NB 出货量年增三个百分点 来到了6490万台 光光是以至于将近要6500万台 反映出整个产业持续的复苏 其中以苹果跟鸿基 还有华硕的电脑 它的出货量占比增幅是非常的大 那展望未来呢 下一波新的AIPC要开始上市了 我们的品牌厂 红基跟华硕 以及代工厂 广达跟鸿海这些的股票 会再有一波 各位并不是讲过去 是展望未来 会再有一波新的成长 另外昨天 护国神山公布了6月份的营收 哇 来到了2079亿 史上台湾史上第一个 单月就破2000亿的台湾企业 年增32.9个百分点 护国神山单月 一个月就破了2000亿的营收 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没有看过了 我们都见证奇迹 所以未来你回过头来看 鬼估值实在是太棒了 我们都在台北股票市场 最强最热的时候 经历到了 也都赚到了 而护国神山你去思考一件事情 6月份他创新高 他本来就应该在股价的部分 创新高对吧 那未来呢 他是不是6月份就见顶了 各位绝对还没有见顶 说了AIPC还有非常大的成长性 并且你去思考 护国神山 他现在的财报好 可是他的产能利用率几乎都全开了 那怎么办 还有成长的空间吗 美国有没有在盖新的厂商 新的厂 有吧 美国在盖新厂 那台湾呢 中南部也在盖新的厂 连日本熊门那边 他已经在盖厂了 一厂二厂跟三厂 那未来会不会有第四厂跟第五厂 会呀 各位 日本现在往台湾积极的靠拢 主要就是希望我们的晶片 半导体相关的产业 可以让日本多学着嘛 所以在未来护国神山 在日本的熊门场 我认为绝对不会只到第三厂 那如果说都还有这么大幅度 扩展的空间的话 台积电的营收 单月虽然已经来到了2000亿 根本就没有见顶 那如果他 未来都还会再往上涨的话 我之前就跟你说了嘛 他一定会往1000元来走嘛 而他一旦要越过1000块 他不会碰到1000块就下来嘛 他一定会在1000以上 1200或1300 这边来回震荡嘛 现在在哪里 1080 网上都还有空间 而且震荡完之后 明年的这些新的效应 要开始进来之后 他又会再往上垫高 原本的天花板会变成地板 所以1000块的护国神山就很难破了嘛 那如果是这样子 你去想往上的空间还有多少 所以现在就是做股票的时间点了 各位 当你在担忧的时候 还记得吧 前几天 大盘高低点差了500点 很多人在怕 而我在节目直接跟你讲 反转三讯号 没有一个有成立 那就是持续做多嘛 那你看今天的护国神山 都还在创新高 这就是一个漂亮的多头 找股票吧 大盘的好跟坏 个股的好跟坏 你完全不用去担忧 你就是跟着我的指令 听话照做 鬼谷子就是你跟标股之间的媒介 来 我在之前跟你分享过非常多的股票 对不对 譬如像是航海的 你看哦 2609的阳明 4月份我跟你讲的 4月份在这里 这个地方叫做4月份 这里 它有涨吗 没涨 那你看 我讲完之后 往上狂飙 往上狂飙 万海 4月份在这里 4月份在这里 整理完之后 还给你小破敌哦 然后往上狂飙 跟我之前跟你分享的 这个重点相关的 分享完往上狂飙 然后拉回 跟你讲机会又来了 往上狂飙 又创新高 以及PA相关的 我在跟你分享的时候 它都在低档哦 都记得吧 讲完之后 往上狂飙 我都讲在前面 所以各位 未来你完全不用担忧 有我在这里 大盘是好 是坏 我都会领先市场跟你说 所以你不用担忧 有我在背后 给你当靠山 个股的选择 应该要买谁 我不会带你去追闹 很高的股票 半三腰的股票 那不是我的风格 即便它未来的展望很好 出手点不对 也一样是往蓝 所以我会带你买在对的地方 会有新的股票 特别是我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 黄金时期即将要回来 未来势必会非常精彩 会有很多的股票可以赚 如果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心得 想跟我分享的话 不要怕 不要觉得 不好意思 我觉得很害羞 都没必要 就加入我的 小老鼠GO888 把你想跟我说的话 想问的问题 持股方面的状况 你就直接跟我说 小老鼠GO888 我都在 这里面就是我本人亲自回的 来 3037的星星 之前就跟你分享过了 这里面你只要看一个部分 帮我拉近一点 我刚刚说 护国神山 如果要产能利用率要更高的话 它要什么 资本支出 它要再盖第四场跟第五场 那你去看 星星今年 资本支出增加了40个百分点 非常的多 40个百分点 来到了242亿哦 看整个图 如果这是一个不会涨的股票 它为什么要在今年增加资本支出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多 代表着它要开始不一样 当它要开始不一样 5月6号我就在跟你讲它 我的习惯真的很不好 各位 我在这个节目的风格是什么 我都讲在前面 你看到了重电 PA 航海 我都是讲在前面 当它还没有涨 整个市场没有人在讲的时候 我都先讲 然后稍微等一下 它就上来了 PCB ABF载版的 3037的星星 南电跟景硕 我也是讲在前面 5月份我就公开预告了 它也没涨 各位这个市场 别人很好玩 别人就是每天拿涨停板的股票 出来跟你讲 每天都有一堆涨停板的股票 但是我都是拿那种没有涨的股票 但这就是我的风格 对我来讲 这才可以赚钱 5月份的星星在哪里 这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 在这里 不会有人讲它 不要说星星没人讲 你看8016 南电 5月份在这里 5月份在这里 谁敢呢 没人会说 3189的景硕 5月份在这里 谁会聊 只有我会聊 各位你就是加入我的鬼股们 我们走在市场的前面 你就是听话跟照做就好了 我给你的股票都是有原因的 5月6号就跟你分享3037的星星 6月18再跟你讲 资本支出真的非常的漂亮 包括了南电的部分 也公开跟你说 6月17就给你预告了 然后3189景硕 一样是三个月 6月20号 就赶快跟你说 这个时候这商量个股 谁会聊 我会聊 所以你就不用怕 有我在 3189景硕的部分 景硕估全年的营收年增 会超过20个百分点 看好一般跟AI伺服器的需求带动之下 ABF载版出货的需求量 会大幅的增加 优于其余的产品 那DDR5 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我之前都跟你说过了 因为要搭载DDR5 所以它的载版的 承受的部分 会比之前要来的更多 所以它的单价就会变得更高 阿景说很好玩 它不务正业 它连这个影眼 影星 眼镜的部分 它也有在做 而这个东西虽然是不务正业 但是它的毛利率却非常的高 有55个百分点 财报 你以为它很烂 股价都没涨 but 坦白讲 第二季合并营收 年增12.9个百分点 6月份合并营收 年增将近要19个百分点 上半年的合并营收的部分 年增7.5个百分点 均创了同期的第三高 而股价还在低档 你说我6月底 要不要赶快跟你说 先跟你说 你就可以动作了 那这商党个股很好玩 3189景硕 昨天大涨 今天直接跳空 亮灯涨停板 而这商党个股 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那就是景硕的内支 你看 它是在卖 法人在卖 卖完之后往上狂飙 够妙吧 新兴的部分 内支在卖 卖完之后往上标 就连南店 你看 一个卖 一个买 这次在换筹码 各位代表着 这三档股票 有着不一样的内容出来的 为什么法人卖 卖完之后它往上涨 这不是一个换手吗 那如果它在换手 筹码换到了某一些人的身上的时候 又开始发动了 你说它未来会不会往上涨 一切我都讲在前面 我在六月份就已经看到了筹码之间的变化 那我们不就可以领先整个市场 今天到最后 3037的新兴电子也亮灯 掌停板了 时间不够 但是我还是讲一下好了 从紧缩的部分 你看 先讲南店好了 南店的价格跟新兴一样 但是第一季南店还在赔 可是新兴已经赚了1块6 所以你觉得谁比较好 最便宜的是谁 3189的景硕 才刚来到100块 我在跟你讲还不到100块 但是第一季也赚了0.15 也比南店要来得好 所以这三档个股 从第一季的财报来看 你怎么选 我已经帮你选好了 来 来开牌 这是我在上个礼拜 7月5号的时候 跟你讲这档个股 都还记得吧 我说他整理非常的久 下降轨道突破之后 两个颈线位置 在7月5号的这一天 直接用跳空的方式 跳过去了 代表他要开始走不一样的路 再从周K的角度过来看 你看他过往都是 上上下下在震荡 只有到近几年 他开始在横盘整理了 量能说到了极致 而我说从几年前来看的话 只有这一次是跟现在一样 整理了那么久 横盘整理 前一次横盘整理完之后 涨好几倍 7月5号 一直到7月8号 我也没一直公开跟你邀约说 这档股票欢迎你的到来 欢迎你一起加入鬼股们 跟着我一起来赚 各位都还记得吧 一直到7月 这个来不及讲了 7月8号 我也没再跟你讲 他已经跳空上来了 快压不住了 而你从周K的角度来看 他还在低档 这档个股是谁 公开来跟你说 现在来开牌 一个光 一个牙 不就是3019的牙光 就是牙光 你自己去比对日K 跟周K 就是它 今天的牙光 直接亮灯 掌听板 你过往任何一天买的 当然我的加入成员 买得更快 今天直接亮灯 掌听板 全部都赚钱 那你就是听话 跟照做 3019的牙光 你去看 这个特定筹码 本来在卖 这是周K 本来在卖 到了最近的时候 在横盘整理的时候 慢慢在买了 有看到吗 它的意图是什么 以及这里的 特定筹码的部分 在还没有上涨之前 有人再买了 我都看到了 所以我会公开跟你预告 公开跟你邀约 都是有原因的 然后你就会收到 这通的讯息 恭喜大家 中原标准时间 9点09分 打卡下班 3019的牙光 直接亮灯 掌听板 我们早就布局 就能赚到 扎扎实实的掌听板 那个时候 已经锁了将近 一万三千张的买当了 够愉快吧 滴滴的买 直接创新高 你从长远来看 它还在低档 从周K 从周K的角度过来看 有够熟的 就在这个地方 够棒吧 那你会想说 鬼股子 还有没有新的股票 有啊 我每一次都在节目 跟你讲说 有新股票 请你赶快进来赚 3019 亚光 有进来的朋友 全部都赚到了 现在还有一档股票 就是这一档 来 我下个阶段 再好好的跟你聊 这档股票 有需要的 财富放大数 N加7的专案 请你利用广告 时间的电话 跟上吧 来 导播 进广告 人啊 只能悟 不能渡 我把我所知道的 当然有一些 比较机密的内容 我不会立刻跟你说 因为那是我家族 成员的权利 但是该跟你说的 我都跟你说 而能不能够赚到 就要靠你自行去领悟了 愿意往前跨一步的人 你会知道说 鬼股子啊 你说这样也对 我自己一个人 在那边乱买 乱卖 在那边冲破头 杀金又杀出 结果没有赚到钱 大盘都已经 来到了两万四肢上了 往两万五来卖进了 还没贪 还没贪 甚至还有一些 亏损的状况 那你是不是何必呢 免掉这一些 不必要的痛苦 来到我这边 温暖的鬼谷门 由我来帮助你 好不好 之前跟大家说的 1513的中兴电 今天又创高 今天有个新管 1519华晨的部分 你看中兴电在创新高 过前高 华晨它也过前高 来到了我跟你说的 超过的四位数 千元之上了 对不对 现在稍微拉回量说 亚历还没有过高 市电也还没有过高 那这两档个股 你是不是要多看两眼 财报很漂亮哦 好 时间不够 我跳快一点 你看看 你看看 PA 又是我在节目 第一个跟你分享的 6月13的红杰科 拉回谁会买 这种大家都喜欢 追高报大量的 买在这里的一堆 拉回不会有人说 但是我会哦 所以加入鬼谷门 你可以滴滴的买 然后一路往上创高了 包括了3105的文贸 我用比较快的方式去讲它 6月13号 全新也是6月13号 不都是底部的起掌点 那8086的红杰科的部分 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稍微整理 3105的文贸 已经来到了天上 一路的创高 第一档跟你分享 现在在这里 量说 2455全新的部分 今天还在创新高 前波的高点已经过了 代表这档个股 从第一档要开始怎么样 往上已经过高了 代表它开始走新的路 讲快一点 讲快一点 来 2464蒙利的部分 我说它很特别 切入了COA 石油机器人 又水冷散热 还是台积电设备的供应链 3月20号的时候 38块 一路涨到了将近100块 今天又往上 仕途要攻高了 你看 已经都是9开头了 3开头带你赚到了9开头 星云一样 345一路带你标到了472 各位都没有走完 蒙利 星云 PA的都没有走完 而我在跟你说 刚开始的时候 这档个股 跟我昨天请你来赚的 这档个股 有没有非常的像 有吧 我说他就是准备要开始起涨 现在我再开牌 这档个股是谁 老字号的音叶达 在这里 结果今天的音叶达 看这里你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他今天除全息 1.5块钱 涨了半根的涨停板 不管是哑光也狂飙 我请你进来的 2356的音叶达也狂飙 当然我家族成员 一定买着比较前面 所以你就加入鬼谷门 你买在前面不是很棒 音叶达 现在这档个股 你有发觉到吗 跟音叶达也非常像 跟当时的星云也非常像 你看星云长这样 当时的音叶达 他长这样 现在这档个股 他也长这样 他准备要动了 他不管是在车用的部分 他跟镜头也有关系 他跟镜头 我跟这个 他跟镜头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跟这个车用 跟这个手机的感测元件 有关系 他不仅仅是 国具今天是大涨 我就这样讲就好 时间不够 国具的老板是谁 国具一路网上狂飙 最大的受贿者是谁 陈老板 那这档个股的老板是谁 有些事情我就不能说得太明 希望你能够掌握住 来 时间不够了 有需要帮忙的 什么都不要想 跟上就对了 欢迎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未来的好股票 一起加油 一起来赚 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 愿我如长风 伴君行万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立划